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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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應該大家到現在好像都聽不出我在說什麼話 可能是電池沒有開 我現在跟大家講 因為我現在電池沒有開 現在應該聽得到 然後我們攝影 你剛好看到一個影子過去 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就是我們飛快的攝影師 我們現在應該聽得到了 可以聽得到了 對不起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是我的舒服 所以我那個無線MI沒開 我為什麼會有無線MI呢 因為我常會這樣有沒有 就這樣站起來了 就開始站起來了 然後就跑到這裡來 所以我要用無線MI好不好 好啦 先看一下 為什麼講那個漲不停的股票 他還在漲 來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正面熟悉的股票 大家請看他叫什麼 他叫創緯 對吧 他是不是衝天炮 他就是衝天炮 來創緯 創緯啦 導播 導播創緯給我們看一下 來 好創緯 等一下 你會發現等一下他要關緊幣 等一下他是不是今天創新高 是的 而且他量縮 各位 他股本只有9億 如果我們今天講到這個 應該想到上禮拜 你看上禮拜 他在拉回修期整理的時候 然後再突破 禮拜五的時候突破新高 今天再突破 難能可貴的是還在關緊幣 好嗎 如果在關緊幣 還可以這樣創新高的話 基本上呢 像這一類的股票 你很難想像 他到底要去哪兒 已經關緊幣了 還在創新高 對吧 好 先講今天的盤式 我先跟大家講 大家關心的是說 那我如果有航海王 舉例 我舉個例子 長榮也是關緊幣嗎 不是啊 對啊 好啦 來啊 65萬張 所以代表的是 還是有很多人想買啊 為什麼 等一下 因為長榮怎麼樣 前面大幅的修正 好這大不大 這有大力啊 等一下到禮拜五的時候 大家還感覺軟軟的 我一直提醒大家一件事 這股票會上漲 是因為很多人的參與 那今天的 在盤中 大家看到震盪的時候 他打到盤下 我問大家 打到盤下 他有一個好處 為什麼 基本上他前面修正了 然後他是拉回 第一件事他是拉回 跟著大盤在拉回 各位 當後面呢 電子股全子股上來的時候 他也跟著開始往上衝了 這代表有一件事情 就是 上個禮拜 這些籌碼洗出去之後 大家做反向 為什麼 覺得他跌身 有機會賺錢 滿可惜的是沒有公道漲停 但是呢 我現在跟大家講 基本上這股票呢 短期上 還是會出現震盪 為什麼 等一下喔 我再跟你講喔 重點來囉 電子股現在在旺季 而且你會發現 現在的電子股超猛的 他有時候 正常來講的電子股 只要有題材的 他跌幅沒有這麼大 他在高檔整理之後呢 整理完畢的繼續上 中小型電子股這種特色 所以我們慢慢來發現 有一件事很重要 今天為什麼我在標題上打了這幾檔股票 這幾檔股票都跟什麼有關 都跟電動車有關 首先 第一個 創新高 各位請看 創新高的股票 請問大家 反甲是屬於什麼樣的股票 這我之前講過現金減資嘛 對不對 今天反甲的股價 創了新高 為什麼 反甲可以跟什麼連結 你會想到 他好像是跟寧德時代可以連結嗎 請問他跟比亞迪可不可以連結 都是跟電動車相關 他跟伺服器又有關 他跟強茂又有關 因為強茂已經跟他變成親戚了 已經入股到反甲上面 然後近期的強茂你會發現 強茂已經長很多了 可是他拉回修正他仍舊在高檔 各位 你有沒有看過強茂到了124塊這左右 然後拉回來修正 他仍舊在高檔 我花一條線這樣過來這邊大約是100左右 他來到了百元俱樂部之後 都在高檔進行整理 憑藉的是什麼 我們講了MOSFET 未來我講的這個叫做二極體 小訊號的二極體 所以你去看這一類型 跟車電相關的這些股票 相當強悍 再過來你又看到一個什麼 我現在跟大家講 你會看到一個叫做康普 康普 康普 康普不就正極材料 等一下 康普最高來到這 這一段要整理 這邊是沒有量的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這個籌碼線型 然後開始攻 一口氣攻到這 這是電動車的正極材料 相關的股票 還有美其碼對不對 那好 拉回來之後 今天 他是股本10億的股票 我們再怎麼想電動車就是未來的趨勢對不對 好啦 除了康普之外 已經攻到百元俱樂部了 等一下 康普跟誰有關 康普又跟特斯拉有關 我現在講的都是電動車的品牌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股票 各位你再看 本來沒有量現在會放量 那你就覺得奇怪 那跟他有什麼關聯性 請問跟圓山有什麼關聯性 圓山應該是開影機吧 那是對不起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叫做圓山開影機 後來慢慢轉型 企業轉型轉型轉型 轉到什麼 車用的散熱系統 就是風扇 我先跟大家講 一台車大概有8到12顆的風扇 這是散熱用的 在各個系統裡面 而德國車 德國車系的車子 大約在中高階車種裡面 他們的座椅 他們的坐墊下方 都有散熱風扇 那如果是講到德國車 那基本上都是他的客戶 都他們家客戶 啊 圓山嗎 都是他們家客戶 德國製的 對 來 中國製的是誰 他跟比亞迪的關係又特好 所以呢 中國的話會連接到比亞迪 那比亞迪呢 當然他有新產品交給比亞迪去測試 他原本就是比亞迪的供應鏈 在台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去那個 新北 土城永寧捷域站附近 你會看到那種電動巴士 或者到桃園 你會到看到那個大電動巴 你如果從他屁股後面看過去 你會看到三個字 這個logo上面寫BYD 就是BYD 電動車的後面就寫個BYD BYD是什麼 BYD就是比亞迪 電動大巴 對 電動大巴 那所以為什麼 像這一類型的股票 近期他們有在放量空間 原因都很簡單 我先告訴大家 你所現在所看到的各類型的股票 他都會產生一種狀況 一 他就在高檔 二 他在低檔 來 這個請問在高檔還低檔 好 讓我簡單來講的話 小股本的股票 中小型的電子股 只要下半年有機會 跟電動車搭上底彩的 如果他沒有發揮 早晚要輪到他 我講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因素 因為台灣股市裡面 資金有 現在在尋找可攻擊的標的 然而你去看 前方高點在這個位置 現在目前股價位置在這個地方 相對於在整理 所以他並沒有創高 對吧 那如果沒有創高的股票 請問 他憑什麼能夠創高 憑他的業績 憑他下半年的展望 對吧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注意 接下來我們台灣股市很妙 為什麼 進來第一天 我們所看到這一群股票 你會覺得很開心 第一件事 如果你在航海王身上 曾經 曾經不小心 那個船斜了一邊 你至少你又等到機會 因為他有在上來 他整理完他有在上來 雖然跌幅跌了一大段 可是相對應的 我們看到很多股票 他漲多以後 他在拉回的過程 你仔細去看 你會發現 哎呦媽呀 以前那種很牛皮的股票 什麼意思呢 我舉例 以前我們跟大家 分析過的新權 來 你都覺得他以前超牛皮的 等一下 他上禮拜五一萬八千 一萬八千多張 今天是四萬八千多張 他多了三萬張的成交量 結果發生什麼事 他創新高 來我們大家都在想 上個禮拜 甚至上上個禮拜 像這一類型的股票 到達這個位置 你都會叫做他叫最高點 為什麼 因為開始拉回了 有沒有 開始拉回 好啦 停 各位 請問你看到這一條線叫什麼線 這一條叫月線 他在月線就打住了 停住 好了 然後開始的反彈 創高 所以代表 買這一檔 叫做蠻牛皮的 可是他身上有什麼題材 車用電子題材 看到新權 你第一個想到 做車用電子 來 蹦 封測 好吧 那好吧 上來了創新高了 如果他都能夠創新高 接下來我們就要找那種適合的題材 進去操作 所以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 如果指數現在目前在這個位置 大家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談完加權指數 他超妙的 注意 你看 今天開盤 小小的開出來 然後高點在前面沒什麼高點 卻既然盤中又拉回來 對吧 開始做震盪 最後狂拉 255點 255點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以前我們在看 所謂全值股全值股 今天台積電居然漲了10塊 蛤 什麼叫居然漲10塊 他以前不是很會漲嗎 對不起 這段時間他幾乎都在整理 來你來自己看 幾乎都在整理 好吧 那是不是該輪到他了 來到了第三季 各位 這邊叫高點 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叫高點 這邊叫相對低點 沒有錯 請問他是在相對高點還是相對低點 他在相對低點 如果你用這個想法去看我們台灣股市的話 你會覺得越來越有希望 什麼意思呢 第三季你真的該好好賺錢 為什麼 大型的全值股它有在動 指數就會動 那所以震盪的時候怎麼樣 反而拉回的時候 它反而是個機會 如果盤中突然震盪了 跌下來一個100點200點 你認為都沒有人要買股票了嗎 錯了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開始撿股票 懂的人 他才會在拉回 在震盪的時候開始接股票 你永遠不怕那個什麼後面吃青 不會再把你堆上去 告訴大家會的 只要有人點火 他就上去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大概簡單的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為什麼八月初的時候 我必須要先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你所看到的喔 應該是這樣講啦 不管你看到MOSFET啦 各類型的股票啦 這些功率元件啊 之前的順德喔 你這樣回來想一下 順德是不是還在高檔 對喔 還在高檔 因為怎麼樣 我們這把他縮小你會覺得好可怕 你看有沒有可怕 他還在高檔喔 所以功率元件很棒喔 對啊 功率元件真的很棒啊 那如果你今天談到MOSFET的話 節力來到200多塊耶 蛤 節力來到200多塊 所以呢 那覆頂這個也不算什麼囉 對喔 負頂六七十塊漲到一百三十幾塊耶 還在高檔喔 是啊 所以我這樣要跟你解釋的話 中小型股的活力是不是比大型股來得強 一點都沒錯 好吧 那接著 那我們到底該操作中小型股 還是要操作大型股 我覺得是這樣喔 大型股還是交給法人去操作喔 那基本上我們的小的投資人呢 如果你要股票呢 他比較會標 基本上要切中小型股 因為大型股呢 法人操作要看他開心喔 對吧 好吧 這是過去我們所看到的 這叫沖天 沖天炮對吧 我再給大家講喔 你看完你就會有感覺啊 什麼叫感覺 根本不到一百塊的股票啊 從那邊開始發作以後 你看這八幾塊上去 到一百 對吧 你看喔 這樣慢慢走 走走走走 我們七月都走完了喔 對不起他今天創新高 八月的一開始他繼續創新高 而且是關錦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開始要慢慢慢慢很認真的想 今天漲停板那些股票創新高的股票 包括像反甲之類的 好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電動車零組件概念股 你仔細在裡面瞧一瞧喔 哪一些是沒漲到 康普今天漲停了齁 對齁 你仔細看喔 哪一些是沒有漲到的股票 假設你認為他沒漲到齁 我告訴你齁那就對了 為什麼 什麼意思呢 你過去沒有去注意他 現以後呢你就會注意他 因為他開始準備漲 電動車零組件概念股 先提醒各位 好吧 接著被動元件呢 首要要先看國具 龍頭國具 再看華星科 其他的中小型的股票 你不用擔心他拉回 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越是中小型的股票 當他拉回的時候呢 你要知道那個價值 往往都在拉回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一檔股票呢 他開始 蹦蹦蹦蹦蹦蹦 他連續上漲個20% 30% 40% 到那個地方 請問你應該在那個 在那邊買 還是等他拉回的時候買 當然拉回的時候買 優質的股票 股本小的股票 漲多了 他必然回檔 回檔之後就有新的買盤介入 所以我的 我現在的概念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八月初的時候 這第一天 禮拜一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我今天沒有打算要送大家 什麼股票 所以你今天也不用打電話 我只要告訴你 一開局要怎麼面對 八月份這個盤勢 八月份的盤勢呢 簡單二要跟大家分析 因為從明天開始 就會開始陸續 有各家開始公告 七月份的營收 營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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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有多重要嗎 因為呢 七月份是第二季的第一個月 對不起 第三季的第一個月 如果你第三季的第一個月呢 就可以拔得頭籌 砰第三季開局 砰 營收就不錯的話 各位 那股價還是要反應的啊 那叫反應 業績面的利多 除非他已經 率先 已經創了新高 股價來到天花板 那他有可能 趁利多的時候 壓回整理 如果股價不是在高檔區 那他就有機會 開始了 所以你說有多精彩 大家期待這個發佈 利多的期間 還會有法人告訴你 非常多的故事 這些新聞你會在各個媒體上看得到 所以我跟大家說 接著真的超精彩的 來 先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股票 等一下翻給大家看 因為這邊資料超多的 來 OK 是嗎 我們先看一下 好像是喔 對吧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讓他先去開錄 好不好 開完了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 有就好 沒有 也不用去管他 我先告訴大家 當你要參與一件事情的時候 要嗎 你就剛開始就參與 不要到最後已經漲了 二三十八 三四十八 四十八 五十八 然後你才說可不可以去追 對吧 那其實我們在節目上 早就跟大家報告很多那種產業啊 股票啊對吧 好吧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要追嗎 不需要 我先告訴大家不需要 因為禮拜二呢 我覺得喔 有些股票會很強勢 是 等一下我先講一下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 各位 那個有些詐騙集團是這樣子的 他會用我的照片 模仿我 他叫他自己稱他叫語凡隊長 就會騙 騙大家 加入他們的LINE群組 他會告訴你 怎麼樣去操作股票會賺大錢啊 結果叫你去付委託 去買港股 買什麼港股啊 叫你去買港股 然後他還在LINE群組裡面 自稱他是語凡隊長 我告訴大家好 像我那個照片被盜用 很多藝人照照片也被盜用 本來就沒有賣什麼的 他突然去賣一個什麼藥 賣什麼什麼藝人照片會被盜用 大家都有報警 可是超難抓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都還在 這一群人還在 我要呼籲大家 如果你在我的粉專 我唯一正版的語凡隊長FB粉絲專頁 如果沒有進去過請掃QR Code 或者打語凡隊長的個人生活紀錄 請大家進去看 然後假設 假設 你有在那邊留言 你的留言的下方 有人回覆你說 你一個陌生的名字 什麼馬凱 什麼什麼什麼 例如舉例 他留說 請加入老師的LINE群組 然後下面有一個連結 那都詐騙 我告訴大家都是詐騙 所以呢 他應該是想說只要騙到一個就好 我今天為什麼在此再呼籲一次 我再跟大家講 我沒有透過LINE群組 說一大堆人在裡面教學 叫大家去買港股 沒有 你不要被騙上當 而且像這種留言的下方 他會不定時的 會出現另外的陌生人 意思也是告訴你 你可以加入老師的LINE群組 什麼什麼 那都騙人的 因為我們的小編 我今天常常在刪 在刪這些東西 所以我還是要 藉著我們的節目提醒大家 這叫反詐騙的聲明 我不可能 叫大家去買港股 付委託 不可能 也沒有說那個LINE群組 大家在裡面 一大堆人在那邊交流 然後這個說 我賺好多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說對啊 然後那個假的雨凡隊長 就對啊 所以你可以去怎麼樣 這根本全部都詐騙集團 你進去以後就被騙而已啊 是不是這樣 是喔 小心 再小心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這才是正版 唯一正版 其他通通都假的 你在搞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LINE群組那些全都是假的 這唯一正版在這邊 好吧 好 等一下我們要休息囉 要進廣告 剩下五分鐘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段廣告 我們待會再回來 作戰專線 02-8512-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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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直播 直播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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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復直播 立即上線 LIVE直播 LIVE直播 歡迎努力臨 請搜索 關鍵字 亞太國際投顧 頂尖團隊 頂級享受 軟體下載 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近在亞太國際投顧 02-8512-5858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開啟投資新視野 再創破例新高峰 登峰造極 好回到現場來 我們覺得那個 講產業是超妙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過去在談很多產業的故事 我現在跟大家來回憶一下 來回顧一下 某一些故事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 記不得 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會發現 奇怪了 金象光出現在 散戶特工隊節目出現了 三次 總共有三集 第102集呢 是算是比較近期的 因為現在已經播到 120幾集了 然後大家再來看一下 副頂 你大概近期非常熟悉的 他在117集出現 意思那時候呢 副頂呢 根本就還沒有到100塊 100塊以下 大約在80左右 那是117集 那大家在看金鴻 那比較誇張吧 那既然副頂都在117集 金鴻更早 99集 我問大家 金鴻如果在99集的話 他當時的股價是不是夠低 他低到可以 但是呢 對不起 我要講為什麼 我講一件事情 我講一件事情 我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 ESL的時候 你對他不會有興趣 市場上沒有人要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你看喔 我覺得很簡單一件事情 市場上沒有要去關注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金鴻這一檔股票 他居然最高來到了203 如果第99集的話 我幫你回推 99集在哪裡呢 來我們繼續來吧 99集 蛤 蛤 我先說一件事情喔 給大家聽喔 這是你可以賺到的利潤 但是你對ESL你聽完之後 你未必會買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放在你眼前 你未必想欣賞 好吧 你喜歡追高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在接下來是旺系嘛 115集 那115集跟 附頂就比較接近啦 比附頂還早一點嘛 好吧 那我們先來先喬一下 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再把它放大回來 我們再放大回來 各位 如果要比附頂再早一點的話 我們回到這裡來看 8261的附頂 附頂在這 附頂大概那時候講的時候 約在這裡吧 來 還要再早一點喔 附頂都長這樣子上去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旺系 唉唷 他沒有附頂那麼強是不是 再早一點 剛好整體上來 來注意看喔 整體上來 來 請問他今天在幹嘛 他今天創新高好不好 所以他有個區間在上上下下 可是發現有沒有 高點出現之後拉回拉回 突然來一個擊殺的時候 這個下影線超長的 開始發動了 蹦蹦蹦蹦 創新高 所以今天的 今天的 今天的 旺系 因為麻煩各位 節目當中沒那麼多時間 可以談他的故事 請看一下 哪一集呢 一百一十五級的旺系 接下來你會看到什麼 強帽啦 你也可以看到康普啦 你也可以看到聖群啦 最後一個你會看到反甲呢 反甲講了兩級 六十二八十七 所以當你去看到反甲今天創新高的時候 你就會可以想像當時反甲的價位 有多低 好吧 我大概報告完畢了對吧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 不是我很厲害 我再講一次 就是當我們看到產業的時候 必須要去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最後回到台灣股市來作戰的時候 往往就看籌碼的變化來決定要不要出手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當我不管我再帶會員也罷 帶各位觀眾 有時候送股票給大家也罷 你可以決定的就是你當季要立斷 我送你一檔股票 你要你就買 不要等到他三個 當當當當 比如說創委 嘣嘣嘣嘣嘣嘣 四根 四根以後再來問說 我可不可以追 對不起 那已經40%了 你都落後了 何必呢 是吧 所以我今天要把這個觀念 先告訴大家 八月的一開始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好彩頭 你後面會操作的順順利利 我今天沒有要送股票給大家 我剛才有講過 如果你對我的FB的粉專 還沒有進去看過 那麻煩各位進去看一下 這是我FB的粉專 好吧 到這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見 稍後 部份競爭 會跟住 材料 風險 有關 雙方 都有 帶來 所有資料 有關 的 並沒有 任何 有關 大利 所教的 活力 對 感覺 本